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明 歡迎來到我們的全新系列 傳說戰報 以後只要官方亦有更新 我覺得是重要的有趣的 會影響到整個遊戲的 我就會用最快的速度推出傳說戰報 帶給各位最公正最專業的改版解析 那麼在今天2月6號的不停機更新內容 改的東西改的角色是有點多啊 而且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之前預測的洛里昂五條物 跟雅蓮次元突破 在這次的更新當中 就是這麼巧 兩隻都剛好加強了 你各位會不會覺得事情 越來越趨近於真相了呢 那不只這兩隻英雄 包含依夏凱恩古墓還有趙允 還有在戰場的玩法上 都有做出一些微調 那日後各位如果想要最快速的 接收到最專業分析的改版資訊呢 一定要趕緊的按下訂閱按鈕 以免人家都在用版本最強的英雄打遊戲了 只有你還傻傻的分不清啊 馬上進入今天的傳說戰報 首先是傳說的萬年老英雄趙允引來了重作 而趙允的玩法變得更趨近於 王者的點尾這隻角色 最大的改動在於趙允的被動技能 從原本的殺戮機器拿越多頭攻擊力越高 改成了想控都控不住的長山趙子龍 全新機制趙允的所有技能全部都可以解控 而且只要成功解控就會獲得激怒效果 提供自身的物攻攻擊距離 持續6秒最多可以疊加6層 解除硬控加2層 解除軟控加1層 再來就是大招方面有些微的改動 跳斬每命中一個目標就能增加1層的被動 關於全新改動的趙允能不能重新回到 高端甚至是職業賽場的懷抱中 我覺得是還需要再多多觀察的 但可以確定的是 趙允的玩法應該會變得和之前不太一樣 從原本的刺客秒殺流 現在變得更像是一個真正的戰士了 下一隻受到官方關照的英雄 就是凱恩了 自從蝙蝠俠變成了凱恩之後 不管是在職業賽還是在排位賽當中 凱恩都擁有著極高的地位 尤其在高端的排位賽當中 凱恩幾乎是成為了勇編的角色 而官方這次決定削弱凱恩的前期傷害 並加強他的後期傷害 這裡直接幫各位上一個懶人包 凱恩的傷害計算方法變得不一樣了 傷害加成從原本的物理攻擊 調整成了額外物理攻擊 簡單講就是三個技能的前期全部被削弱了 凱恩本來就是打前期的角色 所以前期被削弱 對凱恩來說肯定是非常嚴重的 雖然在遊戲的後期 官方有加強了凱恩的傷害 但凱恩本來就不是打後期的英雄 所以後期的傷害 老實說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削弱最多的應該是二技能的斬殺傷害 從原本的固定20% 變成從10到20的慢慢增加 總結 這次的削弱確實有影響到凱恩 但我認為凱恩還是能出的角色 只要凱恩的被動隱形機制 不要被削弱 那麼凱恩依舊會是在前期 能給敵方非常大壓力的一隻英雄 再來是萬年下水到英雄 一下終於被官方加強了 啊抱歉抱歉 加強的其實是夢夢啦 夢夢的生命魔防還有物防 全部都被加強 這樣的加強為了就是 減少夢夢的死亡率 避免在夢夢死掉之後 一下變成一個廢物中的廢物 整體的加強幅度看來 一下這隻英雄 還是繼續的待在下水道吧 只要一下這隻英雄不重做 那麼他就和下水道畫上等號 柏金最愛用的凱撒路 亞連終於加強了 難道是次元突破的前奏嗎 我們一起來看看 喔哇你真的沒看錯 官方只改強了他一技能的移動速度 這幾乎有改跟沒改一樣 其實我一直始終不了解 為何官方之前還要削弱亞連的二技能定身 原本的亞連已經夠弱勢了 這次的調整我也是有看沒有懂 但如果日後真的有次元造型 我相信亞連的加強絕不只有這一次 兩年前的中路T0 洛里昂難道這一次要回歸了嗎 這一次的回歸是不是代表著5條5 真的就是洛里昂呢 首先是被動技能的調整 加強了洛里昂現在的清兵能力 同時也加強了洛里昂現在的賴線能力 因為洛里昂的被動 現在對小兵的傷害不再衰減 而且對小兵能享受到的治療效果 提升到了1 2 這次還增加了二技能的新機制 在飛行的過程中增加50%的減傷 我先說我的看法 我覺得洛里昂這次的改動 加強的幅度確實挺大的 但是因為洛里昂之前被削弱的部分 真的太多了 大家可別忘記 洛里昂之前的二技能可是無敵的啊 而且他的被動放電頻率也變慢了 大招的控制時長之前也被縮得更短 如果洛里昂想要重回之前的統治級別 那麼他要改強的地方還多得很 至於他的強度 我是不看好他能打敗現在的T1中路英雄 高端的輔助T0神角 古墓終於被削弱了 但是這次針對古墓的削弱 竟然都是針對他的傷害能力去做削弱 只要古墓還是像現在一樣控的話 那麼古墓依然會是統治級別的輔助英雄 想要古墓疊下神壇 那麼就必須削弱他的控制 而不是他的傷害 最後這次戰場的調整 主要是針對魔龍和凱撒 關於前期的小魔龍 對兵線的傷害削弱了 而且幅度看起來蠻大的 官方可能是想要避免 大家在前期只想要吃魔龍 不想碰凱撒 而針對了二階的聖光魔龍 也進行了削弱 對兵線 而且對英雄的傷害 都有明顯的降低 感覺現在二階的凱撒 比魔龍強很多啊 最後是針對魔神凱撒的削弱 護盾從15%改成了12% 對英雄的真實傷害 也從5%最大生命 改成4%最大生命 削弱了魔神凱撒 在後期的影響力 這也代表了遊戲很有可能 會再打得更久啊各位 因為這會讓在後期的魔神凱撒 沒有辦法有終結對手的能力 但是比較公平的是 至少不會讓你領先了14分鐘 最後因為某一個隊友的失誤 掉了15分鐘的魔神凱撒 就直接被逆轉 最後一個重要的改動 就是現在只要不確認遊戲 到第二次開始 每一次就會扣除一點幸運積分 我只能說太狠啦官方 真的是超派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傳說戰報 我們下一次的改版再見 掰掰